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弟子参加三十七年 为法会前四十九天 报纸上所登在发生的一些大火 地震 水灾 车祸等 狠死伤身的一切有情无情众生 共立牌位 请问所立牌位的草稿 在法会后应如何处理 可以把它火化 火化最好在寺院的风化炉 如果四周没有这个环境 自己找一个干净的地方风化 也可以 风化之后把这些灰爆起来 或者埋在干净土地上 或者是把它沉在水里面 这个都可以 恭敬心就行了 着7次墙